小男孩三天没有吃饭 此刻只想偷吃一口冰箱里的蛋糕 但却没能拿住 看着地上的蛋糕 害怕无助的摊坐在地上 妈妈边责怪边收拾 但吵闹声还是把父亲引来 他大声怒骂着儿子是没用的废物 三天不够应该三十天不许吃 此刻让他立刻滚回房间 男孩以为多年后爸爸会有所改变 但事实证明还是一样 迪恩此刻蜷缩着身体 不敢抬头望去父亲 父亲并没有看出儿子的一样 还在怒骂他 生在福中不知福 竟然敢逃学 说完便愤怒地离开 而门外的妈妈并没有像大多母亲一样的安慰 谁也没有意识到 男孩刚刚经历了一场恐怖的事情 而就在河边警方封锁了现场 一个意识消沉的男人来到了警察的面前 警官男人心中遗憾 哽咽地说出 河边的尸体可能是男人失踪的儿子 男人不敢相信这个消息 一直大声地说着 不可能 不可能是我的孩子 他还那么小 警官见他情绪激动 劝他冷静下来 但男人的尸子之痛 还是让他冲破了层层关卡 当马上就要见到儿子尸体 却被警察按倒在地 他望去远处儿子的遗物大声地怒吼着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为之动容 男人最终也因为妨碍公务被警察带走 可就在回警旗的路上 被妻子撞见 妻子不解为何丈夫会被抓 急忙上前询问 可男人此刻却把车门反锁 任命妻子呼喊男人 依然呆坐在车里 看到男人这副模样 妻子终于意识到 自己的儿子惨遭不测 当场晕了过去 医院内警官走到夫妻二人面前 告诉此刻需要父母辨认尸体才能定案 夫妻二人互相依偎走进电梯 生怕一方倒下 电梯副一层的指示 父亲都不敢直视 这个案件轰动了整个伊斯坦布尔 警方大力的开始侦查现场 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 而就在河旁的一个枯树洞里 发现了一丝线索 里面竟是孩子的东西 最为显著的就是一辆滑板车和几个盒子 打开一看 里面竟然有迪恩和母亲的照片 大山也在保安的口中得知 照片男孩夹就在附近 妈妈又是一名老师 得到消息后的大山回到局里 对照接到视频 这才发现带走小男孩的果然是迪恩 随即大山来到迪恩妈妈的学校 并找到他 简单说出了事情经过 并强烈要求要与迪恩聊一聊 妈妈极力否决儿子 绝对不会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可当他来到迪恩教室找儿子时 却发现座位上已经不见儿子踪影 而此刻的迪恩正在大街上游荡 眼神里依旧充满了恐慌 一直觉得有人在跟踪自己 幼小的他已经承受不起内心的恐惧 他来到警察面前 说出了一件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而另一边 妈妈终于开始担心儿子 就在刚要出校门的那一刻 大山接到局里电话 迪恩已经找到 警局内 迪恩面对母亲的质问一言不发 大山只好求助幼儿心理学家艾琳 当艾琳来到迪恩面前 小男孩还是无动于衷 可艾琳给他讲述了一些故事 慢慢的小迪恩放下了心理戒备 他也终于开了口 三亚 三尾 三尾 二 八尔 三尾